无论在美国生活、工作还是短期学习 都可能与美国的法律打交道 但由于东西方观念及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许多来到美国的华人对美国法律只有模糊的认识 我们将为大家分享邓宏律师著作 《美国生活实用法律手册》来加强普法宣传 希望大家的美国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法律微课堂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每期时间周六至周三晚十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签证与移民身份 引言 2015年3月美国联邦执法机关大规模突击 搜索南加州20家月子中心 众多中国孕妇都牵涉其中 不但本人护照被拿走 新生儿出生子 亲人配偶证件遭扣留 更被调查部门约谈 笔者受理代表了其中多家经营月子中心的业者 在代理过程中获悉 美国移民执法局为了此次行动 已筹备有两年之久 曾派出便衣探员 办做有一来美生子的孕妇 向月子中心收集如何申请签证 如何应付美国领事馆面谈 美国海关的入关攻略技巧 到美国后如何延长签证 如何申请住院生子 如何办理婴儿出生档案 如何安全返国等相关证据 调查的对象包括在中国招募客户的中介公司 在美国接应的月子中心 以及向孕妇提供服务的 在美相关服务行业人员 近一两年来 美国政府加大力度击查非法月子中心 随着海关处理案件的增加 最多华人孕妇进出的 洛杉矶国际机场管控也越来越严 而为了顺利入境 过去不少孕妇都会先拿一到两周的短期签证 进入美国后再找妇产科医师出具不试行证明 接着透过移民律师来办延期拘留的方式再美生产 然而延期拘留这条计策却并非万无一失 虽然移民局基于人道立场 有可能准许孕妇延期拘留 但一旦有了欺骗嫌疑 在入境的电脑资料中将记载旅客申请延期拘留产子 这与观光签证目的不符 重者可算是欺诈起诉 轻者失去移民企图 未来可拒绝入境 长远来看 父母一旦有了移民企图记录 即便孩子成为美国公民 未来父母想要入境美国陪伴孩子也恐难成行 此番突击搜查后 众多中国孕妇被移民局的官员找去约谈后 可能不发还签证 而将孕妇遣送回国 若执法单位认定孕妇为无心之果 也可能要求其转做污点证人 允许其继续留在美国 若孕妇被认定为知情者 则可能变为主谋 面临刑事起诉 事实上 不止岳阳生子的孕妇 其他华人民众在申请各类赴美签证过程中 遇到的法律问题更是包罗万象 数不胜数 近年 美国政府放宽了观光旅游签证 留学签证 以及投资移民签证的申请 大批中国游客以及留学生 可以更容易地获取签证 不过 与美国驻华大使馆以及领事馆 美国移民局等政府机关打交道 一定要如实提供资料 才能避免掉不必要的麻烦 如何与律师打交道 在被卷进一场官司 或不小心触犯法律的情况下 假如自己英文不错 且懂得一点美国法律常识 能否不请律师而自己出庭替自己辩护 美国法律允许民众自己出庭替自己辩护 但是在实际案件的处理上 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 法官不会鼓励这种做法 他们会觉得你是在玩火 就像自己生病 但不想花费医药费而替自己看病一样 在刑事案件中 如果被告坚持自己辩护 法官仍会指派专业律师在旁协助 以免案件在上诉时被指责被告 未得到适当的法律援助 如果案件当事人做自己的律师 往往会出现诸多的问题 首先一旦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 当事人未必清楚案件究竟有什么法律后果 因为当事人没有经过特殊的专业训练 没有办法知道官司打输可能面临的后果 其次一旦出现法律处于模棱两可的情况时 当事人没有办法去处理 也不具有熟练的调查能力去寻求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或解释 美国法律中很多案件的审判 是以过去更高一层法院的案例为指南进行处理的 当事人可以找到以往对自己有利的案例来替自己力争 对方的律师也同样可以找到对他们有利的案例 但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当事人与对手的专业律师相比 在搜寻案例的能力方面显然迅速许多 另一个不利的方面是上法庭犹如打仗 对自己代表自己进行辩护的当事人而言 我方趁手空拳毫无经验 而对方是训练有素且全副武装的军人 这样的决战不仅不明智 而且结果也可想而知 因而美国法律界有一句话 如果律师本人被告而决定自己代表自己来进行辩护 这位律师一定是世界上最笨的律师 连律师都有这样的经验之谈 民众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最好还是找自己的律师寻求帮助为上策 如何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律师 首先应该对律师进行背景调查 通过律师公会网站查询 该律师的文凭执照专业及是否受过处分等情况 然后通过电话联系的方式进行过滤 你通过电话可以向律师询问到 该律师的专长从业的经历有多久 有无处理自己这方面案子的经验 或打赢过这类案件的记录等情况 并对比这些律师所提供的资料 是否与自己掌握的资料相符 第二步就需要与律师进行面谈 但是要记住 你最好不要马上在电话中就表明要聘用这位律师 谈话时要注意有些律师的面谈是收费的 不要亲信保证 在决定选择这位律师前 消费者要考虑于律师签订合约的内容 委托律师办案 一定要有书面文字材料 第一 考虑的问题是 由于法律上不允许律师对案件的结果 做出任何的保证和承诺 律师只能凭自己的经验 估计案件的大致结果如何 如果你所面谈的律师拍着胸脯 口口声声保证没有问题 就要特别小心 因为将来案件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 律师违反自己的职业道德来打保票 并非表示他对案件有信心 只能说明律师急于接你这个案 迫切地想从你口袋中将钱拿走 因为所有案件都有诸多的影响因素 律师不可能预料如神 只能按部就班随机应变 全心地解决各种突发状况 因而你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律师的保证 聘请中美律师的考虑因素 中国新移民在这方面往往有两种极端 一是误认为美国人在出庭时有优势 而根本不考虑能否和律师沟通 有时候美国人律师有中文助理 但是助理能否准确翻译客户所讲的话 也无从得知 另一个极端是不问律师所擅长的专业领域 只要会说中文 不理会中国人律师是否有出庭经验 其实最明智的做法是 取中美律师两者之所长 聘请中美律师团队 既可以利用中国人律师沟通容易之变 又可以发挥美国律师出庭之优势 能否与律师沟通 当事人与律师事实上是一个团队 律师是当事人请来的专业枪手 是帮你做事的 就如你聘请雇佣兵一样 他能否解决你的状况 能否听取你的意见 能否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 以及你们能否愉快的合作等等 都可能会影响到案件的最终结果 因而你在聘请律师时 要考虑到律师的语言 文化背景 及自己对他的信任度 邓宏律师的忠告 专选择预付法律服务是否值得 今年中国人社区开始流行一种 叫做预付的法律服务方式 客户每个月缴纳固定的费用 从而可以得到一些基本的法律服务 如写律师信 在电话上提供服务 及找专业律师时 给予优惠的折扣等 有人称这是律师界的医疗保健计划 消费者通过预付计划 为自己避免法律纠纷购买了保险 但是这种方法并非适合每个人 由于大部分中国新移民 都有语言方面的问题 预付法律计划 未必有华语的服务 另外 如果你所遇到的法律问题 不多或需要特殊的服务 就没必要每个月付钱 如何寻找到合适的律师 保守的英国人士 认为律师是一个高贵的职业 打广告做宣传 简直是贬低自己 因而英国仍然保持 律师不做广告的传统 但是在美国 随着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 律师需要大做广告 才能揽到生意 佛罗里达州曾有一宗案例 一位律师为了招揽车户案件 除在医院门外 停泊一辆流动的宣传车外 还监听警方通讯系统 有时和警察及救护车 同时到达现场 甚至跟随救护车赶到医院 目的就是说服受伤者 成为他的客户 结果佛罗里达法院 裁定律师的这种 招揽生意的方法不当 而禁止律师使用此方法 从此 许多美国民众 就把部分不择手段 来招揽生意的律师 便称为追逐救护车的人 在众多的律师中 如何寻找律师 或如何寻找好的律师 有一定的窍门 一 通过亲戚或朋友寻找律师 一般是比较可靠的 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经验 对他们所推荐的律师的人格 能力和作风 都有所闻或了解 这应该说是最保险的方法 二 通过自己信得过的律师 来介绍同行 一般来说 每位律师都有自己专精的领域 就如医生一样 不可能样样都精通 一位负责的律师可能会坦诚表示 自己对某些领域不了解 但同行都彼此认识 对律师同行的了解也比较深 因而通过律师的推荐 往往可能会找到 能解决自己问题的律师 三 可以向律师工会或当地的律师协会查询 一般而言 律师工会可以核对律师是否为工会会员 但很难知道其专业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黄业上许多律师介绍机构 这种机构是由一些律师付费参加的机构 他们设有热线电话 向客户推销付费会员律师的服务 由于他们只推荐付费会员 因而很难判断 他们所介绍的律师是否称职 炒律师的鱿鱼 民众是因为有问题才去找律师 但是找到职业道德不佳的律师 可能衍生出更多的问题 当客户遇到不销的律师该怎么办 作为司法系统的一员 律师被州政府局律师工会所管制 且必须遵守律师行业的职业道德 当发现自己律师的做法不妥时 客户有权随时解雇自己的律师 但是律师一旦接手案子 就不一定能随时炒客户的鱿鱼 即使客户不付费 律师也必须经过法官的同意 在保证客户的利益不受害的情况下 才可以不再代表客户 尤其是在陪审团开审前夕 接手的律师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 法官都不太愿意让案件拖延下去 也因此不太愿意让原来的律师打退堂鼓 如果感觉自己的律师不称职 要换律师时 你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 要注意弄清楚律师的费用问题 尤其是使用分成的方法聘请律师时 如果要解聘律师 你应该查一下有律师抵押书 即使被解聘的律师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如果没有律师抵押书 纵使后来的律师争取到高额赔偿 被解聘律师以前的工作也是白做 因而法律允许律师在分成的案件中 放置律师抵押书 这样客户可以暂时不付律师费 等到案件打赢后 新接手的律师与原来的律师 分享律师部分的金额 二 当你解雇律师后 即使没有付费或没有完全付清律师费 律师也无权扣留你的档案数据 如果律师对客户说 你不付钱我就扣留你的档案 或将移民局的通知 就是违反律师职业道德的 因为案件是属于客户的 所有的档案也是属于客户的 并非是律师的私有财产 此外 律师对自己客户必须忠诚 即使被客户解聘 也不能采取任何对客户不利的行动 三 当怀疑这个律师不称职的时候 您向其他律师询问 征求一下第三者的意见 看看有没有其他补救的方法 让独立的专业律师评价你原来的律师 做的是否妥当 四 可与律师公会联络 每个州都设有律师公会来管理律师 这些公会拥有很大的权利 可以吊销律师的执照 如果律师拥有外州的律师执照 也可以向律师查询 他们的执照是在哪个州的 是属哪个部门管理 执照号码是多少等 如果发现有问题 你也可以向发照的律师公会反映问题 在投诉前 你应准备充足的证据 按照发生的时间顺序 列出与律师交往的经过 找懂英文的亲友将经过详细叙述 五 如果客户与律师之间发生的问题 是出于律师费的纠纷 客户可以向律师公会提出仲裁的解决方式 所谓仲裁就是看律师收费是否合理 是否需要把钱退给客户 但是仲裁应该有证据 最重要的证据是客户与律师的合约 每个州对签订合约的要求都不尽相同 如加州规定收费超过1000元以上 律师必须与客户签订合同 客户也应该得到一份合同的副本 如果客户没有 可以用书面的方式向律师索取 严重过失 因而给客户造成严重损失时 客户可以告律师失职 所谓失职 也就是指律师在受理客户案件时 发生职业上的疏忽 客户必须能够证实律师 没有履行他所履行的职责 例如在人体伤害的案件中 如果意外事故是由于政府在修路时 没有放警告标记造成的 很可能是政府工作人员的过失 如果加州法律规定 告政府一定要在事发前后的半年内提出 但是律师错过了半年的时效期 受害的客户就可能因此 而不能再向政府索取任何赔偿 在这种情况下 客户可以去告律师 邓宏律师的忠告签订中文合约 加州政府为了保障中国新移民 与律师打交道时的权利 特别通过律师双语合约法规 如果律师自己用中文 或通过中文助理来商讨 聘请事宜 律师必须向客户提供 中英文两份律师合同给客户 如果律师没有或不肯提供 你最好咨询其他律师 千万不要签署自己不明白的律师 聘请合约 期 Georg kop invite 期访文期间 実性的权利 估计